人非和家 才刚获得金曲奖 歌手巴奈现身立法院外的晚会 用歌声表达反和立场 那个立法院立法委员们 明天好好做人啊 立法院10号审查 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法 来引提案取消核电厂 研议申请需5到15年的限制 也就是为研议解套 核灾厂的1号机组 是不是具有研议的条件 跟空间 我们直到是给40年 所以到今年7月27 它必须依法停机 这部法如果只是修过的话 台电如果不送出研议计划的话 是不是就是被动地躺在那边而已 是不是 是 是嘛 好啦 那我们请台电的董事长 好 即便修法成功过关 还是得看行政机关讨论结果 日营也示警 若要重启核电厂 环境时间成本很高 平后只有要再运转 它有很多很多复杂的问题 最快是5年最长 即便经济部面有难色 但是身为总统赖金德所成立 气候变迁委员会议员的 何硕董事长童子贤 表态支持核电 即将当委员会顾问的前中研院院士 林远哲也跟上了 公主贤谈谈到核电 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 可能可能带来的灾害 跟全人类的灭绝 还是不能比的 现在是赖金德在打一个方向灯 那么这个方向灯打下去 会不会一定的转弯 不一定确定 我不认为赖金德总统 对非核家园 这个目标有任何的动摇 2050净零碳排 能否排除核电 执政团队仍在寻求社会共识 继续林远哲也有采访